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希望新生的部分是 第24页第24则 第24页第24则 题目是舍与得的法则 舍与得的法则 好 我们一起念一下老师的开示 你把很多东西布施给别人 最后却会得到更多 把东西都拿到自己手里 最后会什么都没有了 因果它就是这样一个反向的运作 一开始老师说 你把很多东西布施给别人 最后却会得到更多 把东西都拿到自己手里 最后会什么都没有了 好 所以我以前跟大家讲过嘛 我刚进生团出家 那时候觉得自己修行碰到障碍 好像不太容易突破 好像离师父的距离也很远 好 不知道怎么靠近师父的时候呢 那时候有一次 单独跟师父见面的时候 师父给我的教计就是这句话 师父说你相不相信 与人越多而挤越得 你相不相信与人越多而挤越得 你给予别人越多 你自己得到的会更多 这样 那当时我跟师父点点头 说弟子相信 师父就说 好 那你就没问题了 这样 好 所以我这句话 我印象始终记得很深 好 所以我也记得很多 那个老师的公案 这个 以前在求法的时候 自己还是个学生嘛 好 然后那个父母亲给的钱 在求法的途中快要花完了 可是最后碰到要供养的时候 最后碰到这个有需要帮助的人 比如说乞讨的人啊 好 疾病的人的时候 还是会毫不犹豫把自己手里仅有的 好 这个供养出去 布施出去这样 好 就像师父讲的 与人越多而挤越得啊 好 所以今天这个老师在求法上 还有带领大家在求法上 好 那得到的那个支持啊 跟援助啊 就特别多也特别丰富 好 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然后我最常听到老师讲的是什么 就是 老师心里这个 应该说是一种最深的遗憾 好 就是 自己不能亲自出家 好 也自己也不能这个 先学五大论 虽然有很多很好的传承师长 好 都 这个再三的跟老师表示说 你来我这里学五大论要闭关 都没有问题啊 我亲自教你 好 我不会的 我帮你找最好的老师教你这样 当然都是为了 老师要接班 要继承师父的心愿 要承办师父的心愿的关系啊 老师不是最先学五大论的 好 然后是 让一批又一批的出家人 先学五大论 但是我也常常听老师跟我讲说 那他这么努力的帮助这么多人 可以顺利的学五大论 老师就说 那我绝对不愁我自己 将来学习五大论的机会 所以后来这几年我们常常听到老师讲 说本来生团越大啊 团体越大 好 事情应该越来越多 越来越复杂 应该我学经论的时间 越少才对 但是老师说 我却发现我学经论的时间 越来越多 好 那我在学经论的时候 我得到的资源跟支持也越来越多 因为有越来越多的这个 具德的顶言师长 愿意来我们生团 这个给老师传法 给深重传法 好 然后前面第一批第二批 先学完五大论的法师 他们也可以做老师很大的后盾 好 他们可以帮老师 帮广大的居士 帮广大的这个 学法的出家人再家人 先议好经典 好 然后也可以帮老师预习 好 帮老师复习这样 所以老师那时候就突然觉得说 对啊 果然就是这样 我以前 这个拼命努力的帮助很多人 好 学习五大论 好 那我现在在自己 学习五大论的时候 就发现说 我也得到了很多的资源跟帮助 好 反而这个团体越大 身段越大 事情越多的时候呢 好 我学乏的时间也可以越多 好 就是这样的一个特征 后面呢 老师说 因果它就是这样一个反向的运作 因果就是这样一个反向的运作 但是其实它的道理也不难了解 因为我也曾经私下听过 师父的另外一个亲自赐给的教诫 师父说什么呢 师父说 你给别人的就是你能领纳的 你给别人的就是你能领纳的 这样 好 所以你让人脱离痛苦 好 你将来也会快乐 好 那你让人匮乏痛苦 而你自己将来也会匮乏跟痛苦 因果就是这样的反向的运作 所以为什么你付出越多 你将来会得到越多 好 因为你付出越多的同时 你让别人得到越多 那将来你自己也会领纳的越多 所以师父会说 你给别人的就是你能领纳的 这样 好 所以呢 我觉得我们 不管是出家人在家人 大家遇到重大的教法 遇到老师遇到师父 都很想努力修行很想突破 那在我们还没有 这个很靠近善知识 还没有树极成佛的时候 这是要怎么办呢 按照刚刚老师跟师父的教导 应该怎么办呢 你还没有很靠近善知识 还没有树极成佛的时候呢 那你就一定要自作教他 它启发大家增长 对善知识跟对佛果更刺烈的 尽信心跟希求心 好 一定是这个特征 而且你要发愿 为了带领众生能够 素极圆满的离苦得乐 然后因为要亲自带领他们 然后你希求素极成佛 这样子的人 他得到果报 才能够是真正最快速成佛 一定是这样一个特征 那反过来讲 我们碰到外境上面显现的忌妒啊 伤害啊 种种障碍 让自己得不到的时候怎么办呢 好 让自己得不到自己所期望的美好的时候怎么办呢 第一步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到 第一步是 记得要先建立坚固的业果件 好 今天老子讲 因果就是这样一种反向的运作吗 是不是说你给别人的就是你能领纳的 你一定要先建立坚固的业果件 坚固的业果件建立起来 然后你才能怎么样呢 你才能有力的忏除苦因这样 就是忏悔的时候 我们比方说 实修势力忏悔 第一个先提一子力正规一法 对不对 法的内涵 世间 正见就是业果件 初世间 正见就是空正见 所以你一定要把业果件提起来 你这个忏悔才会有力量 才能够真正把苦因忏除 然后反过来讲 同时我们要积极的众乐因 好 所以要更加厉厉的随喜自他一毫之善 随喜他人的善行 随喜自己的善行 可以让功德之良快速的增长 然后努力的厉厉的成人之美 努力的成人之美 帮助别人完成他美好的修行这样 好 乃至于最重要的是 当初有人嫉妒你 有人杀害你 是因为他也想离苦得乐 对不对 你要发愿把包括他 还有一切众生离苦得乐的责任 放到自己的肩上 用这个动机去修行 好 那这样自己才能够 最快速的得到最美好的果 一定就是这个特征 要是不得了 你不得了 您的想法 有什么东西 这种感觉 你会变成了 一种感觉 嗯 我来不得了